- 明天啊! - 白天啊! - 白天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拼拼蓬蓬! 今天呢是我們拼拼蓬蓬的全新系列 開箱評價溫泉 大家也知道我平常就是一個非常熱愛特價、評價的人 所以平常我消費的東西呢 也都會從一些評價特價下手 我最愛的溫泉也是 因為我前陣子也剛好考到了汽車駕照 所以想說是可以開一個全新的企劃 然後帶大家到處走走看看 我平常喜歡去的一些平價的溫泉啊 景點啊或者是美食啊 今天呢是2023年1月1號 現在外面的溫度是15度 非常的濕冷 很適合泡溫泉 第一集就直接是我最喜歡的平價溫泉 嬌西的來去泡湯 GO 好久沒開車了 用北歐回來15天 哇我快一個月沒有開車了 還是個開車小心手 就是要多開然後克服恐懼 開到了 還是有那麼點可怕 畢竟那個新手然後呢這樣子 開一個小時然後上高速公路 開小道路會車 還是蠻可怕的 對但是呢就是要多開 然後克服恐懼小心開車 好 好我們現在呢已經到了 來去泡湯 在泡湯裡面呢雖然是方便的 就從台北一個小時就到 帶大家下車去 一睹就近我最愛的泡湯的地方 去年2023 210 210 哦是不是找鳥駕中的找鳥駕嗎 對對對 國長 找鳥駕的貴賓卡價 因為你有貴賓卡250再打85折 哇好棒哦85折 那我剛才已經就是付好錢了 然後拿到了我們的號碼牌 8號超超可怕的 他們這邊就是便宜的爆料 這邊就是50分鐘然後找鳥駕 然後再加VIP打85折 就是210塊 超便宜 會有一個大房間 然後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一個人去泡 然後也可以兩個人去泡 然後也可以一家子去泡 因為它的那個浴缸很大 待會兒帶大家去看 然後呢這邊需要自備的東西 大概就是毛巾 然後看你要不要準備 準備泳衣那不準備也可以 你也可以直接泡 然後這邊呢會有吹風機 然後衛生紙 棉花棒 然後所以就準備 準備毛巾就好了 然後不能用吹風機吹腳 不然會被罵 這邊有Pokey 一些食物 然後呢毛巾 毛巾 這個毛巾就是50塊 然後呢這個通常其實他們會付啦 就是真的超好心的 他們通常就是會付一個包裝紙的 然後這邊就有水 這邊可以喝水 這邊可以在這邊把水喝飽飽 哈哈 客家櫃零精神 謝謝 再中一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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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呜呜呜呜呜 這邊呢 超級大 看一下比例尺 這個獨一一個人泡呢 就是基本上你可以在裡面游泡 我待會就游給你們看 然後呢 這個水也超級大 這個不到5分鐘就 就注滿了 這個超級重要 因為只要有五十分鐘的泡湯時間 哪些地方 放個十分鐘都還沒有滿 好這邊有泡湯虛之 就是嚴禁站立 然後注意排水水溫很高 降低焦彈音量 但其實基本上就是沒有用 旁邊全部都是小孩子 然後40分鐘會燈亮 50分鐘會敲門 礁溪溫泉基本上就是平地溫泉 然後水裡面看起來會有一些雜質 那個就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 這邊的水超級爆炸大 而且放得很快 所以我得趕快換衣服 不要浪費時間 放好了 喔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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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好了 然後呢 我們的水量 看到沒有 已經放到一半了 真的超級快 然後呢 現在我們 就可以來這邊 那邊有提供這個沖水的地方 我們就用那個 那個水頭 等一下放一下 然後放一下 然後我們用沖水 就可以先沖沖沖水 喔喔喔喔 很棒吧 應有盡有 超級棒 哇 那你們看一下這個比例齒嗎 可以游泳嗎 這次我們完全可以游泳的大小 超級大 210塊 我一直在搶掉210塊 因為真的太便宜了 然後又很大 然後這個水就是泡完之後 那個皮質會變好的那種水質 然後上面就是會有一些礦物質啊 就看起來有一些在飄的東西 那個就是礦物質 有一說一 雖然說便宜呢 但是其實它還是會有一些 便宜的比較不好的地方 比如說我上次有一次來的時候 因為這邊其實算是 半戶外 不是密閉室的 之前有一次來的時候 怕一怕 然後突然就 然後旁邊就有一顆蟲蟲這樣飄起來 對 但是畢竟是戶外嘛 所以不是那麼的驚訝 然後而且它用了210塊 就沒有去計較 其實有時候蠻吵的 就像現在其實隔壁就有很多 小孩子的聲音啊之類的 不想要太吵的話呢 其實是蠻建議 這邊是開到晚上10點11點 不一定 就看老闆心情 就是你們可以就比如說9點之後來 就是小孩可能就比較不會那麼多 超棒 真的超級棒 就是現在我那個皮膚有點 比泡泡 又迷迷的感覺 這個水質好像就是相機不知道照不照的出來 反正它裡面就會有一點 有一點小雜質 有一點小雜質 反正沖了之後呢 看一下我現在肌膚就有點 光滑 其實我覺得就是我平常會喜歡泡湯啊 就是因為我 之前是製片的工作嘛 所以就是會做一些那個 抬器材啊幹嘛的 然後肌肉就會很操 而且我朋友又有在做中訓 所以就是肌肉都還蠻緊繃的 就是來泡澡 就來泡溫泉的話 是很放鬆肌肉的一個方式 而且又很療癒 冬天泡溫泉超級療癒 其實我是熱愛溫泉 那我夏天其實也可以泡 當然不會像冬天那麼平白啦 真的是很舒服 而且泡溫泉又可以順便做一下那個就是 比如說 闊胸啊 呃 呃 順便做一下運動 欸不對不對不對 我剛才說我是來舒緩肌肉的 然後呢我來這邊我又在做運動 嘿嘿嘿嘿 然後呢我們泡溫泉的時候呢 其實大概就是10到15分鐘的時候要起來就是舒緩一次 然後它還有這個超級超級大的 超級大的柱位可以做 呃舒服 這個這個這麼對嗎 這不是應該浮起來嗎 還是掏手蜜心 哇但是它是噴水呀 那它是什麼水 你可以啊 我KO掉了 好這個呢就是燈亮了 燈亮就是40分鐘到了 還有10分鐘 好捨不得 但是呢我覺得這邊的好處就是 雖然說捨不得 但是你知道它才210塊 所以呢你還是會願意 花時間呢 跑來這邊泡一個溫泉 這邊就是我愛的LINE去泡湯 哇 五桃的麵紅紅 超級紅的 換好了 這外面對外面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那個露天的 其實還蠻棒的 就是冬天來的時候 外面的冷風吹進來 然後蠻舒服的 那夏天的時候呢 你也不會說就是 整個都是室內很悶熱的感覺 我們現在就來 去一趟 髮記性很高 髮記性很高 太吵也了 這邊的那個吹風機也是免費使用的 有些地方會要投10塊錢嘛 這邊是免費使用 好吹完今天的白去泡湯之類就結束了 整理一下它的優點跟缺點 那優點的話呢 就第一個當然就是對我來說 超級平 然後呢再來就是它的那個池子很大 然後呢放水很快 就拖泥帶水不會浪費到我的泡湯時間 對然後一次是50分鐘 一次泡湯時間是50分鐘 再來一個優點就是它的吹風機也是可以免費使用的 這對我來說太需要了 真的是太需要了 它缺點的話呢就是這邊的家庭比較多 所以小孩子蠻多的 你通常早上下午然後晚上可能八點前來的話幾乎都是小孩的尖叫聲 然後呢再來就是很偶爾啦 很偶爾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蟲蟲這樣子 但畢竟它是在室外所以也沒有辦法 好這個就是它的優缺點整理 但是呢這樣總結下來之後 對我來說還是CP值非常的高 這個就是我最喜歡的溫泉 來去泡湯 記起來 記起來 啊如果你們有什麼平價溫泉的話也可以跟我說 歡迎下方留言跟我說 讓我去朝聖一下啊 我現在可是會開車的宅呢 我可以到處採點了 那我們今天的來去泡湯 拼拼拼拼全新系列 開箱平價溫泉 第一集結束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下次再見 記得訂閱起來 我現在真的超超級缺訂閱的 拜託了拜託了拜託了 拜託拜託拜託了 訂閱訂閱訂閱喔 訂閱起來然後呢 可以分享 開啟小鈴鐺 感謝各位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一起來投稿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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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